其实状元并不是一个官职,带中了状元却能当大官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 所以,人们对待状元,珍珠高山颜值,众心恳愿,怎一个羡慕了得?一个家庭,一个家族里,如果出了一名状元,那必然是方圆百里最荣耀的事情。 首先,在官方曾念,对状元是极为重视的,每每举止中了状元后,不但会得到百官的关注,更会得到皇帝的垂青,王老妹几年就升了大官。 宋人填矿如林宫义义书说,状元登地,不识余年,皆忘彼佑。 意思是,一个人如果中了状元,若是识余年,就能及身上游,为之要识,为什么? 百官注目,皇帝关心嘛,每殿平转落第一,则公经理下,无不耸官,随之遵义注视焉。 因为皇帝的垂青与关注,状元升官比别人更快,升得也更大,就宋朝而言,像吕蒙正,陈瑶嫂,王峰,丽迪,梁克家,王天晓等等这些人,都是状元,又都是在皇帝的后岸下快速升迁,最后入主政府,当上了宰相,荣耀一生。 在皇帝眼里是人才,在老百姓眼里就是顶级明星了,所以,在那个时代,中了状元比今天的超级明星还要牛,同是如林公义一书,记载了举子中状元后的金城摩尖街中,百姓睁看状元的盛况,自从政殿出东华门,传呼善宠。 这就是古代状元打马游街的热闹和荣光,万人塞图,老百姓为了一睹状元风采,甚至爬到树上和屋上睁盼,可见对状元崇拜的热情。 作洋才子引珠曾对状元有个评价,他说,状元登地,虽将兵数十万,恢复幽,寄,凯歌劳还,献洁太妙,其容易不可及以。 一个人中的状元,比带兵数十万的将军恢复北方,凯歌还金的荣耀还要高出许多,这种推崇,简直无益附加。 据统计,自有可好以来,历代考取的进士共有十多万人,但状元续续只可数,从唐朝到清末,才决逐出504名状元,倘若加上五状元一起,也不过七八百人,如此锋毛麟角,状元受人追捧,也是情力之中的事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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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